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华语之门 今天的宝物推荐官谁来拔得仙丑呢 问你们个问题 射雕英雄传里为什么叫射雕英雄 是因为郭靖一箭双雕 所以铁布针就看上了 来 你当我女婿 对 跟华征结婚 那个时候封了他一个什么名头 搞谁呢 搞谁呢 太简单了 牛河你知道吗 驸马 驸马没错 但是没这么简单 拎刀的驸马 就快答对了 他不是拎刀驸马 金刀驸马 对 金刀驸马 今天呢 我的宝物的持宝人 就是为小姑娘 带着金刀来的 要找他的驸马 掌声有请他 哇哦 欢迎 各位大侠 以及社会掌门 你们好 我叫田玉湖 我叫田玉湖 这家人的宝物 但是这身上的功夫呢 也是了得 一看就是练过 练家子是吧 今天带来的宝物 是谁的收藏 这是我爸爸的收藏 我爸说了 等我出嫁的时候 他可能伴随我出去 哦 这个叫嫁妆 请亮包 这嫁妆不一般呀 真漂亮 你看这上面还有宝石 各种宝石 各种宝石 还有绿松石呢 我是帮我那边的兄弟们 来看一看这个嫁妆怎么样 对 我也是帮我那边的兄弟们 看看这个姑娘漂亮不漂亮 你不是姑娘是 确实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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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怎么样 看看这把刀怎么样 这刀翘上还有玉呢 好精致啊 你们俩不该问一个 最重要的问题吗 什么问题 替他们问 有男朋友了吗 对对我刚要问 我要找一个男朋友 要找一个比我厉害的 比你厉害的 哦 明白了 你难道是想比武招亲 我们这个好周哥哥 不会 是武林高手 不会 相当高 他是舞 舞蹈那个好舞吧 演那个舞也可以 什么舞都行 搞错了搞错了 对我有练过铁头功 铁头功 真的吗 真的把头练秃了吗 谢谢两位 爸爸怎么说 这把刀 这把刀是拍卖过来的 多少钱拍来的贵不贵 大概十万左右吧 心理估价是多少 大概二十多万吧 翻译费 对 已经过去好久了 好 来看看这把金刀 到底怎么样 请专家健保 感谢福森耀业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抗赶30年的福森双黄脸 你好 小朋友 你好 你好 应该这样 这样 对 江湖礼鞋 这是江湖最高礼鞋 江湖最高礼鞋 代表什么 抱拳礼 抱拳礼 对 而且有说到就是左手在上 还是右手在上 左手在上 左手在上 对应该是左手 因为四子并齐 然后这个拇指扣起 就是五胡四海的意思 哦 五胡四海 还有一种说法 左手在上抱着右手保佑 哦 那右手是攻击法 然后这样包起来 健全 就是客气 绝对不会攻击你的意思 是吧 你的家底 还是相对丰厚的 我们看一下 它其实呢 它是单面刃的 这个就叫刀背 一边很厚 其实这是一把短刀 因为这把刀上面呢 出现了很多的 刚才赵亮也讲到的 这个外翘呢 那是玉的 白的发亮 这是典型的和田白玉 这个和田白玉 镶嵌在刀身的两侧 然后包嵌部分呢 肉眼可以看得出来 白的发亮 是白银的材料 这个刀的刀身镶嵌的银的部分 用赞客的形式 表达出了很多的吉祥图案 它的刀柄部分 护手部分呢 出现了很多镶嵌的珠宝 是有机宝石当中的珊瑚 还有绿松石 我们可能对蒙藏文化 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 在兵器上面镶嵌 有类似多宝嵌的这种工艺呢 流行在蒙藏地区 蒙古的大部分的男士 它有两大习惯 一个是骑马 另外一个是配刀 这是蒙古族男子汉的粗犷性格 也是英雄气概的一种表现形式 但是配刀是配刀 配的刀的档次却不尽相同 这个刀身的 这个刀鞘呢 上面那个吊环呢 上面有一个石龙的这个形状 另外呢 这把刀呢 在刀柄上面出现了一个 花文文式交叉的 一个足灰的这种形式 这个形式呢 其实就沿袭了西亚啊 一些审美习俗 那么恰恰说明呢 这个东西是不凡的 它应该是一个大蒙古 广泛区域的配刀 我们再参照它的刀身 这个刀身 这个敲打的这种形式呢 可以从磨光的部分 可以看得出来 这把刀的制造年份呢 它是新工业革命初期的时候的 钢制材料 那么经我鉴定 你带来的这把短刀 是具有蒙古风格的 距今有100多年的 晚清民国时期的真品 谢谢 那么根据当前的这个市场行情呢 给出一个参考价 虽然没有你预期的20万高 但是也差不多 人民币15万 好吧 好 恭喜 恭喜你 获得华一世门的真品证书 你还记得吗 郝周哥 咱们上个月来了一个藏友 他是应该是武汉人 然后他管他的哥哥叫鸽子 对 回去之后 他的鸽子去接了他 见到他的时候 那个场面 就怎么跟你说呢 那就是 锣鼓喧天 鞭炮七零 红旗招展 是颜三颜海啊 那就特别厉害 然后今天呢 又带了一件东西馆 说还想跟刺维老师 比较一下 看看他拿的东西是不是真的 来 掌声有请 池宝人 又见面了 上一次您来的时候 然后拿了一件 张大千 弟子的作品 鉴定为真品 登上了珍宝台 今天这件是比那件更厉害呢 还是差一点呢 这一个呢 比上一次带来呢 也厉害多了 这呢也是一幅画 哦 好 刚才您说这幅画的名头 比上一次的张大千的弟子要大 对 那您跟我们说说这款是谁呀 这个是浮新鱼的画嘛 浮新鱼吧 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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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鱼 他是挺厉害的 有一句话叫南张北浮 说的就是他 对 南张说的是谁呀 张大千嘛 所以他是和张大千齐名的画家 这幅画如果是真迹 那老厉害了 浮老师 看一看 看一眼 看看有没有一眼 看这个画的是真不错呀 嗯 就上面的颜色用料 青山绿水的 然后下面还有这些松树 看起来就觉得是真的是有画工的 就是 就是他很多细节的地方 画的都非常清楚 你看树木啊 包括上面的树枝的每一枝 你都能看得到 像底下这应该是松树嘛 嗯 对不对 嗯 我觉得这个就韩式画得挺好的 就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这幅画那真是妙笔生花 嗨 好词 好词是吧 哎呦呦呦呦呦呦 好 谢谢两位啊 您觉得这画美吗 我觉得呢也美 苦心鱼 那可是大家 如果是他的作品 估价会是多少 我大概是四万块钱吗 究竟是不是真迹呢 掌声有请专家健保 好 龙万象更精彩 热烈注册丹江大观院 4A景区 四星酒店 命驾通过认证面中 要旅游就去丹江大观院 在我们中国近代绘画时啊 集地位 学历 背景 名气 于一身的 恐怕也没有人能比过 就是这位普新鱼 他的祖上是道光皇帝 他的爷爷是公亲嘛 是明显的官二代啊 这个名气 他跟土仪是唐兄弟 他还比溥仪还大几岁 所以还是皇上的唐哥 你想溥仪是皇上万岁 人家不是八千岁 最后一个学历 人家是德国留学留学生 在柏林获得过博士学位 厉害了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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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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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幅画呢 因为这儿有浅降有青绿 一有浅降 大部分都是表示秋天 咱们就起的名字叫 秋山幽居图 好 提诗呢 是云静秋风晚 山空木叶多 幽人做茅雾 自分老烟螺 提了一首五言绝句 再看看 层栏蝶杖 高山流水 草木葱裕 色色绚丽 色彩很鲜艳 而且这个环境相当不错了 你看这个 这还有个人了 这个人在这儿 那现在我跟您说两样 第一 这个书法还是有缺陷的 就没有像普新鱼那种很潇洒 很清秀 达不到的 不精神 正因为这个书法的线条不过关 所以它绘画的这个线条 直接就受到影响 所以它在表现力上 就不像普新鱼那儿到位 经我鉴定 这是一件普新鱼 秋山幽居图的宴品 对不起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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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次打足精神 再来华语之门 好不好 好好好 来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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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域珍宝 竟然独得皇帝恩宠 这件藏品是跟中亚地区有关 看着有点像我们家那香蕉河 前门皇上非常喜爱这个运气 究竟是不是宫廷珍品 现在你认为它价值结合 应该是在五十万了 经我鉴定 华语之门精彩继续 这个我接下来推荐呢 这个藏品和一位亡国之君有关 怎么讲 这么说吧 就是提示一下 他是历史上可以说是 最勤快的一位君王 之后呢 第二个提示是 他是自杀的 那不就朱友简吗 崇祯皇帝吗 这个呢 还是他的猜测 到底猜得对不对 这件藏品究竟是和哪位皇帝有关 请上来看看 咱们有请石宝人登场 嗯 您好 我叫郑伟 来自新密市 他们拍的这个崇祯皇帝 究竟对不对呢 是 我今天带来一个铜儒 哦 跟崇祯皇帝有关 有关 那咱们亮宝吧 好 这个炉子不算大啊 嗯 但是包姜还是有的 对 它这个年代感非常强 这个 从这个气形上来看 嗯 它非常的这个稳重大气 这个下面有这个款 什么款啊 这个铜真 以害年制 哎呦 啊 这个该是一个这个官做的吧 这个款不多见 不多见 对 平时我们见的大名宣德年制的比较多 对对对 所以您一眼就看上了 对 是怎么得到的 也是从一个那个收藏的一个老大哥 去他家里边玩去了 哎 当时看上了 我俩交换了一个东西 又给他加了点钱 住到手里面了 这个货换乐货 能不能两头乐 咱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倒是真的听老师们说过 这个崇祯年制款的香炉 嗯 棘手 偶有一二 价值不菲 希望如此吧 哈哈 那您估个价呗 我当时跟他换那个东西呢 价值也就是值个四五万吧 这个当时我又给他添了 有十几万 那这就小二十万了 对 那您现在认为他价值几何 十个七八十万 哦 好 那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 崇祯那年的关灶 又是不是能价值七八十万 有请专家健保 感谢福生园凉茶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草感凉茶温和配方 健康品 冷热皆宜 这支铜炉的底款是崇祯已害年制 相当于崇祯八年 大家知道年号如果有准确纪年的 如果是真品 可以作为这个年代的标准器使用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二 只要是带崇祯款 带着它本年纪年款的 往往关照 如果这支香炉 它的底款的年代 和这支香炉是相符的 它一定价值连成 那么 咱拿起来综合这些特征来看 这支鬼式炉 它的气型比早期的 如果是明代的 它会气型呢 比它扁一些 抬体要比它厚重的多 如果是关照 这支香炉的口颜 里面都不够圆 这是铸造加修魔工艺不到位 尤其是两只龙耳 用发大镜仔细观察 你看龙手里面 文式沟槽里面 所呈现的铸造工艺的铸态 照亮你可以看 是呈现的是一种 眉睛剃刻的原始铸态 这种光滑的铸态 往往是清末民国时期 再加之 第一款的剃刻工艺的刀法 以及自行自运 它是一种碎刀剪地的 剃刻工艺特点 再加之 它这个粘制质字的字型 也偏向于清代 这一切的特点 再加之是什么 这支香炉的 磨出来的露铜点 所呈现的是什么 铜纸 它比较疏松 没有早期那种 官造铜炉的 致密的铜质的质感 但是其表面 历经岁月苍苍 无论你造假 也是做不出这种 深入太古的氧化质感 所以综合以上这些特点 这支香炉是一件清末时期 木仿前朝款式称之为寄托款的 真品没有问题 我们给出的市场参考价 三万元左右 老宝也不错 但是这就价格 离您想象的空间差的有点多 差了差了再继续放吧 越放越值钱 这个心态好 咱再放它500年 再放它 来 恭喜您获得 华语之门的真品证书 华语之门 即将揭晓 下一位到我了 这个池宝仁 我就这么形容他吧 我就说 我一见他一面 我就觉得他不应该是来咱 华语之门的 就像那种走错片场一样 那样的人 然后我就看了下他的藏品 我就觉得 我说这个肯定也不是 就咱们中国的古物件 但是人池宝仁说了 说他清朝的 乾隆皇帝亲自考定的 这听起来有点意思哈 对 他说是 读的 我们当N头 有请池宝仁 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徐璐 今年24岁 来自河南郑州 看您今天的这身装扮 一定就是永备而来是吧 对 来 掌声有请 我现在就非常的好奇 您这宝贝到底是不是中国的呀 是我父母从法国带回来的 然后的话呢 大约是在15年的时候 他们说这件藏品 是跟中亚地区有关 哎呀 这件的话呢 就是跟我们平时见到的一些 玉佩呀 玉匪呀 不一样 上面还线线有红宝石 卖家当时说 是我们新疆的一个和田玉 现在的话呢 我也更想知道它有什么用 来吧 郝老师 咱俩瞧一瞧 这玉兔先生带来的东西 它就是 不行吧 跟我们中国相比来说的话呢 就是它的造型 是比较奇特一点的 对 确实很奇特 你刚刚说 质疑它是做什么用的 对 两位保无推荐官 会不会是古代 作为一种礼器 礼器 比如放一些 就是神仙吃的一些贡品之类的 我正想说呢 大户人家过年 放个花生瓜子要啥的 对 大户人家 放花生瓜子 是不是显得小气了点 乘酒有可能吗 乘酒 但我说实话 看着有点像我们家那香皂盒 那旁边还有一些棱角纹路 对 香皂在里面不容易滑走 但是如果要有年代 那就不应该是香皂 那时候没有 那时候没有 放猪椅子 谢谢两位 谢谢 当时在法国买的 贵不贵 对 大概有20万左右 现在你认为它价值几个 应该是在50万了 这件器物真的是太特别了 我们搞不清楚 那就有请专家健保 好 感谢福森药业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抗感30年的福森双黄脸 感谢福森圆凉茶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草本凉茶 温和配方 建桑莲品 勿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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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器物是美女持宝人带来的 那么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先给解答你第一个问题 它应该属于一个文房件当中的笔洗 从它这个需要在这个底托上面陈设 我们认为它只是具有这种笔洗的 这种形质的一个玉赏器 至于是不是实际来使用呢 那倒未必 那么这种薄胎玉器早建于唐宋 那个时期这一类的玉器不多 以这种碑碟展盘为主 而且它的工艺和造型 确实有别于我们传统的玉器 它有很明显的西域的这种风格 那么到了清朝乾隆年间 那么清代宫廷当中 就出现了一种大名鼎鼎的玉器 它的名称叫横独斯坦玉 乾隆皇帝是非常喜爱这种玉器 那么您这件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 乾隆非常喜爱的公廷的重器 这种横独斯坦玉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呢它这个整体的文饰 是花卉的文饰 它是个椭圆形的 然后奢口身符 而且呢花式的一个底足 那么两边的耳呢 这种植物啊 它不是我们传统的 什么牡丹啊 什么百合啊 这里常见的花 它是什么呢 它也是西域的这种 根勺花枝 根勺花枝呢 可能我们如果从罗马柱上 那个柱头啊 有些根勺 它就是那种非常锋利的 非常硬朗的这种啊 我们说的齿牙 花卉的中间啊 相有这种宝石 增加了这个玉器的 整体的富丽堂皇 它底下两边呢 我们说镂空雕刻了这种活环 这个空翼非常大 那么增加了整体的 这个气形的一个灵动性 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玉器啊 气壁这块一般都平滑的 那么它这间呢 不是一样啊 我们看从底部 一二三三层的 很细密的这种橘半纹 而且是镂空 而且呢这三三层的 这种细密的橘半纹呢 是浮雕出来的 不光是内外 都有浮雕的工艺 所以说呢 增加了整体的这个气物的 我们说的立体感 然后呢我们看啊 它在这个洗的中间啊 这个底部和这个底足的 这个底部都是满工满门的啊 这种花卉的文饰 所以说呢 从它的整体的这个气形工艺上 嗯 我们说它的设计啊非常巧妙 而且工艺呢 是非常的繁复 它的最薄的地方呢 可能也就是一毫米这么薄 轻如红毛 亮如玻璃啊 非常的脆 非常的通透啊 那么这也是西域的这种玉气的一个风格 就像刚才这个持宝人还问到了 这块玉呢 是我们说的啊 新疆的和田碧玉 在当时呢 我们也叫它准嘎尔玉啊 就是那个地方产碧玉 那么我们大清王朝 和这个摩尔帝国没有往来 但是呢 南疆这边和它呢 是有经济的往来的 也就把它的当地的预料 按照我们中国的某些元素 加上它们横突斯坦当地的 一些宝花香草 加上它们的水模工艺 做成的这样的器物 包括它的底座 也是我们说清代宫廷当中啊 原配的底座的饰样 那么经我鉴定 这是一件 横突斯坦玉气风格的 清代花卉纹双儿 比起真品 太好了 综合目前的市场上 对这一类预期的价格呢 给您翻个倍 30到40万 还是有这样的预期价格的 以后这个生殖空间 还会更大 恭喜你 好 谢谢老师 谢谢您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 谢谢刘老师 恭喜你收到了一件 宫廷级的真品 谢谢 谢谢 好好地呵护它 接下来我要推荐这个藏品 近几年在拍卖市场上特别火 而且如果是品质上乘的 但凡拿出来一件 就上百万了 什么样的藏品 什么东西 龙泉青瓷 确实拿名 确实我知道 要是对了呢 就是百万起步 要是错了呢 就一文不值 对 你每次都给他泼上一盆冷水 就这么去形容它吧 如果我们把陶瓷 它的历史写成一部书 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 如果说一部浙江陶瓷史 那半部就在龙泉 那剩那半部在哪儿呢 剩那半部就其他地儿平昏吧 对 龙泉青瓷就这么牛 对啊 人呢 好 看一看 那这件藏品究竟怎么样 掌声有请持宝人 您好 大家好 我叫孙丽 来自安阳 今天我带来的藏品 是我们老板收藏的宝贝 这个圈内人都不看好 就我们老板说真宝 那就不知道了 对 那就不知道了 听起来你老板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然后呢 对自己的藏品是信心满满对吧 但是收藏圈有一句话叫 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 我想着还是让专家看看吧 不好说 毕竟那是咱老板 是吧 来 请亮宝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藏品 龙泉瓷 龙泉青瓷 是吧 今天为什么带着它来法育之门呢 那个有一个客户 完了在我们那儿买房子 他也是一个喜欢收藏 交尾款的时候说 我邮件宝贝看看能不能入您的眼 完了之后 我们老板上手看了之后 就说那这样吧 就十万块钱 然后让他交了尾款 然后这个客户呢 也特别那个啥 喜欢变化 一个月之后呢 他说要不然这个东西 我十万块钱再拿回去吧 但是他觉得我们老板 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最后两个人商量了一下 就是以十五万的价格 然后把这个东西又买了回来了 本来说好的是十万 你老板是做什么的 我们这边就主要是做房地产销售 做地产 他拿这个龙泉青瓷就是第一 抵房子了 就是抵尾款了 抵房子尾款了 都要十五万 十五万 那究竟这个香炉 是不是龙泉青瓷的 有请专家健保 容万象更丑采 热烈祝贺丹江大观院4A景区 四星酒店并驾 通过认证验收 要旅游就去丹江大观院 大家都知道炉子是用来烧香的 但这个气形呢 它是满有工艺的气形 这个气形它流行的年代是什么时期呢 就是宋代这个时期 宋代这个时期呢 经济非常的发达 就是有钱生活阶层的人呢 还有四大雅号 就是品茶 焚香 插花 挂花 很有品味 很雅致 那么随着这四大爱好呢 它就产生了 因为爱好而有的用具 什么用具呢 比如说焚香有香具 插花有花道的一些东西 还有品茶的有茶器 那么您带来的这个炉子呢 就是宋代这个时期 雅致生活香道的用具 那它到底是龙泉 不是龙泉呢 我们看一看 龙泉呢 是浙江一带的青瓷品种 那么这个 从它的漏胎状态来看 它的幼和胎中间呢 还有另外一种漏出来的部分 还有一种什么呢 叫护胎幼 那么南方的护胎幼呢 呈现出来的是酱色的 非常有油润性的酱色 而北方的呢 呈现出来的是干涩色的 那么您带来的这个炉子呢 从它的制作工艺 和漏胎部分的特征来看 它应该不属于龙泉这边吧 那么它属于什么地方呢 我们看看它的幼 轻微的有开片 那么这就符合了 宋代这个时期呢 就是像北方青瓷所表达出来的 这些特征状态 它的露胎部分和它的工艺部分 呈现出来河南地区青瓷的 烧造工艺制造特征 而河南青瓷恰恰在宋代这个时期 是距离政治中心最近的 是传达的宋代的美学精神 最丰富的青瓷品种 所以它比同时期的龙泉窑要高贵很多 那么经我鉴定 您带来的这支青瓷三租鲷 是河南地区北宋传世真品 恭喜你 好嘞 谢谢刚老师 买的是15万是吧 嗯 合理的估价 人民币30万 恭喜你 好 未来还有很高的发展空间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你 那位有眼光的老板好不好 来 恭喜你 获得华语师们的真品证书 我这个华语师们见到很多的珍宝 然后咱们华语师们也见到很多的 就是男性啊 说问媳妇知不支持你呢 回答基本都是一致的 不支持 不喜欢她玩劲的 对 是不是这个一般就是这个套路 对 你再上台上一鉴定 是真的 媳妇马上就是 以后都听你的 真的 这就对了 所以说这眼光好啊 这是个找丈夫啊 跟这个找藏品啊 就是一样的 只要你眼光好 你肯定结果错不了 这一点很关键 是吧 很关键 来 掌声有请池宝人 我叫陈媛媛来自洛阳 媛媛带来的是自己的藏品 还是老公的藏品 我老公的 嗯 一副蒋西曾的字 这个字我也看不懂 看不懂 哎 有能看得懂的 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这是什么书 转书 转书 啊 大转还是小转 这一看就是 大转 中转 中转 你是中转的吧 你这样 对 咱就先不说这字怎么样 就是一上来之后吧 就一看咱们这个 吃饭拿上去东西 就跟咱们那个 武汉那个叫鸽子那个 哦 就普新鱼那个 听好说那是 新表 新表 这是老表 这个老表 原装老表 老老仙 对 老表老仙 像真的 像真的 好 请回吧 那说说这幅字 是怎么到您先生手上的 他就是有一次出去玩 嗯 然后跟一个老先生 在一块儿聊得比较投缘 哦 然后老先生送给他的 因为老先生也是一个 比较喜欢写字的人 哦 也是喜欢这个字画 老先生的字写得好 所以你们觉得他的收藏 应该也不错 是吧 对 估价会是多少 2万到4万吧 哦 好的 那关于这个作者呢 其实我们了解的并不是很多 更多的信息 还得有请专家健保 好 看待产生立书以后 转书基本上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因为毕竟像 你要是拿转书 上面领导做报告 下面做记录 那跟不上趟 哦 太麻烦了是吧 急啊 哎呀 着急啊 嗯 最后呢 有立书了就好办了 啊 因为他横平竖直 写起来比较方便 有实用价值 下面得说一下这个作者 啊 您刚才说是蒋西曾 这个人呢 不是一个职业书法家 而是一个业余的 他这个经历啊 大概期啊 是河北风韵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就到了文化部工作 1960年就被聘为了 北京市文史馆馆员 作为一个业余的书法爱好者 写传书写成这种水平 也实属难得 我们现在说在台上 看见一个什么 张大千的画啊 齐白石的画 那当然是很珍贵的啊 是吧 民气也大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 像这种啊 就是知名度不高 作品传世不多 我们偶尔能发现 已显弃它的珍贵性 也应该珍惜它 这张应该说 这个表公就是 1942年左右的表公 遗憾呢 就是保存的差了一些 有些使用受潮了 所以啊 他这个 现在我们要欣赏他 这个笔道 你看了吗 很苍劲很挺拔 所以啊 经我鉴定 这是一件 蒋西曾 作于1942年的 传书书法真迹 谢谢 恭喜您啊 太好了 我说一个价格吧 供您参考啊 5000块钱 谢谢 谢谢 谢谢刑老师 恭喜您 获得华语之门的 真品证书 好好地保护它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截止到目前本期 我们推荐的六件 这些藏品都已经悉数亮相了 在它们当中 只有三件可以登上我身后的 华语之门珍宝台 会是哪三件呢 有请专家合议 请专家团合议 登上本期华语之门珍宝台的 三件藏品是 蒙古 宝刀 清 花卉文 玉玺 送 河南窑口 三卒 清又炉 恭喜 恭喜以上三位持宝人 他们可以带着自己的珍宝 登上华语之门珍宝台 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祝贺 祝贺他们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收看本期 河南卫视华语之门 我是赵亮 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再见